郭福甘愿成了谁的玩物 难怪郭湘成了峨眉掌门 仍不愿去救郭福 那一年 郭湘19岁 在追寻杨过的路上 遇到了绝远大师和张三丰 张三丰因为学会了罗汉权 遭到了少林寺的追杀 绝远大师不忍张三丰命丧当场 他挑起两个大铁桶 一个装着张三丰 一个装着郭湘 就此逃出了少林寺 由于狂奔不止 绝远大师落得一个弃绝身亡的结局 元季前 绝远大师将九阳真经 断断续续地朗诵了几遍 张三丰 郭湘各自将九阳神功 墨迹于心中 数年后 张三丰凭借残缺的九阳神功 作为根基 自创了武当一脉 而郭湘则凭借十之五六的九阳神功 自创了峨眉九阳功 也在峨眉开山利派广生门徒 书中写道 张三丰的武当派 郭湘的峨眉派迅速崛起 成了能与少林寺 分庭抗礼的新兴门派 既然郭湘成了一代宗师 门下弟子无数 他为何不举教之力 去搭救郭福 看到这里 一些网友会说了 金庸似乎没有在 倚天屠龙记里描写 郭福如何如何啊 话是如此 但如果郭福跟着郭敬黄荣 一起战死沙场 郭湘在提及姐姐郭福之时 就不应该是这样说的 祥阳城破之日 郭大侠夫妇 与郭公破鲁同时殉难 屠龙刀不知下落 郭祖师当时身在西川 待赶去想要相救父母亲人 却已为时不及 的确 但凡郭福为郭捐去 郭福必然会出现在 阵亡名单之中 此外 郭湘在提及郭福之时 不但没有表现出 妹妹对姐姐的尊敬 反而充满鄙视与不屑 书中是这么写的 灭绝师太对周芷若说道 郭大侠夫妇 铸成一刀一剑之后 将宝刀授给儿子 郭公破鲁 宝剑传给本派郭祖师 郭祖师另有个子子 叫做郭福 但他生性鲁莽暴躁 因此郭大侠夫妇 没将刀剑传给他 郭福会暴躁鲁莽吗 纵观全片神雕侠侣 郭福确实诚实不足 败事有余 就连黄蓉也承认 他是一个十足的草包 好比郭福当年曾挥舞力剑 硬生生地将杨过的 一条手臂斩下 这件事在黄蓉的包庇之下 就这样不了了之 可没过多久 郭福又自作聪明地 在古墓射出冰破银针 害得小龙女身重剧毒 间接与杨过分别了十六年之久 不过时隔一百多年 灭绝师太又是怎么知道 郭福是一个暴躁鲁莽之人 答案很简单 必是身为开山鼻祖的郭湘 将郭福的丑事传了一代又一代 以至于身为峨眉派 未来执掌的周直落 也知道了此事 但这些不足以让郭湘 对郭福怀恨在心 毕竟二人都是一母所生 加之郭湘是一个秀美豪迈之人 怎么会将郭福的陈年 就是传成了百年之久 其实一种解读之法非常有趣 郭湘之所以没有搭救郭福 是因为郭福甘愿沦为某人的玩物 郭湘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 前面提及 郭福并没有死在襄阳城 但襄阳城破之后 整个中原都落到了忽必烈的手中 天大地大 哪里才会有郭福的藏身之所 加上郭福与笨木讷 不懂得乔装打扮 他逃出襄阳城没多久 就被忽必烈麾下的高手 白笋道人所服 白笋道人知道 忽必烈喜爱风韵游存的美女 于是将郭福献给了郭福 当然忽必烈喜爱人气 并非笔者无中生有 早在神雕时代 忽必烈就被杨过的妻子 小龙女的绝世美色 惊得瞠目结舌 书中是这么写的 忽必烈向小龙女望了两眼 心下暗惊 人间就有如此美丽的女子 见她与杨过携手并肩 神情亲密 问杨过道 这位姑娘是谁 杨过道 这位龙姑娘是小人的授业师傅 先今也是小人的妻子了 你看 此时的忽必烈还只是蒙古王子 但也是身份超然 平日里月女无数 可见了小龙女之后 忽必烈竟不由自主地 多看了小龙女几眼 而且小龙女和杨过举止亲密 携手并肩 显然就是情侣关系 一向聪明绝顶的忽必烈 却朝杨过多此疑问 足以可见忽必烈 有多么渴望知道小龙女的一切 要不是后来杨过 在郭靖的感染之下 并除了杀父之仇 和忽必烈越走越近的杨过 大有可能被忽必烈暗算 小龙女也会被忽必烈所占 这样看来 当白笋道人将郭福献给忽必烈时 忽必烈必定洗上眉梢 将郭福收罗于后宫之中 郭福本可自尽 却为了活命 苟延残喘于忽必烈的后宫之中 这样一来 郭襄为何不救郭福 郭襄为何在弟子面前贬低郭福 都能得到一个较好的解释了